会需要有复习你就自己加进来 另外的话呢 我们的那个云端白板 范例档在这里嘛 那还有讲义啦 讲义是之前整理的就是PDF档 不过我比较建议你可以直接看云端版 因为云端白板每一次他会 假设有一些新的会update上去 那比如说我们的单元一定是从 123456 如果还有时间的话 会讲到可能其他还有其他的范例 那我们第一单元的话就是文字与资料 所以你就是开启这个嘛 文字与资料通常会是一个练习档的名称 他后面可能加一个什么程式嘛 或者你可以看一下如果蓝色的话 通常是一个解答 那你打开来之后上个礼拜的东西 有没有IPT LEN MID 然后其他类似这些 Value这边有提到 往下你可以卷动 OK 然后答案这边也有 还有上个礼拜的一些东西都在这边 有没有像筛选 我也把那个画面贴到这边来 那另外的话如何录制聚集 这边也有提到 OK 那只是说这个细节部分 可能有些没有文字叙述 你就配合影片吧 那再参照一下 上个礼拜的程式这两段 那你会发现 如果用录制聚集 它的结构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一个sub 然后end sub 前面这边有个名称 后面加一个后卦 程式就中间这一段 那这个是聚集录下来的东西 OK 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我们如果要撰写什么 撰写那个我们自己用 程式撰写 不是用那个录制聚集的该怎么做 那基本上会有一种叫sub sub的话就刚刚录制 或者你自己写的 一种是制定函数就是function 那我们要怎么去撰写这个程式 基本上的话 大概来看一下 假如说我今天 要比较简单的 两个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第一个 假设我今天需要什么 清除 清除的话就把里面资料全部清空 OK 然后第一个的话是按下这个 门号公式 他是自动帮我丢什么 丢这个公式到储存格里面来 那也许相对的比较简单的做法 也许我们就先丢公式好了 那怎么丢公式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首先的话 一 我先切到这个visual basis 就不用录制聚集 但一定要先把那个开发源先打开 visual basis点开来 那我上个礼拜讲过他就会弹出来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程式该写在哪里 那我先把这个环 这个先关掉 这个先关掉 那我习惯是先把它缩放一下 大概就是把它浮动在上面 接下来你可以把这个 这个叫专案总管 可以把它拉宽一点点 下面如果看不到 你也可以把它往下拉一点点 那理论上 我们今天写的程式 我是写在module 2里面 不过呢 因为我这边已经算完成了 然后长这样子 但是为了让大家知道怎么从无到有做出来 所以呢 我先把它什么移除掉 等于是说呢 又恢复跟大家一模一样 也就没有 完全没有 我们从完全没有开始 我也会逐个逐个做给各位看 所以 反正你看完一定会 不会的话 你把影片再看过 上个礼拜的东西就是module 1里面 所以他一定会放在模组 所以特别注意 反正你以后不管 录制聚集 他会自动帮你产生 但是如果你要自己写的话 上礼拜写的东西在这里 那姿态小 还记得吧 工具 选项 撰写风格 把字大概至少12 按确定一下 至少会放的 其实就是 我们后来有加注解 然后有讲过 这个 但是呢 程式 未来你当然也可以写在下方 不过我怕说混淆 在一起 所以我的习惯是 可以把这个先 里面这个叉叉先关闭 然后直接 这个模组的话 就是另外起一个模组 可以把它分开来 你帮你放一起 容易要混淆 所以呢 第一步 待会你们记得 反正你要写VBA之前 一定要先产生一个模组 再开始写程式 OK 所以呢 一 先按右键 记得啊 你只要在任何地方按右键 都会出现 不见得 不过我习惯是在这边 插入一个模组 那他会帮我产生一个什么 Marcho 2 并且哦 帮我自动 帮我开起来 所以这边就是白测的 当然你未来 如果不小心把它关闭 没关系 就是在点他两下 他要开起来 开跟关 应该会 慢慢习惯 以后没有 不用记太多 记最重要的 反正你写程式 记得就写在Marcho就OK了 不要像有些同学啊 没有见Marcho 他忘记第一个步骤 结果就随便点两下 看到白色就写 那写的就写错地方 那写错地方一执行就错了 OK 你有些地方 虽然看起来乍看之下是一样的 但是写错地方就是不能软 写对地方就可以了 OK 所以你们刚开始 反正不用记太多 反正程式就写在Marcho里面 好 第一步 那第二步就是因为我们要产生一个什么 产生一个门号公式 所以记得第二步 也是这样插入程序 OK 插入 第一步是插入 模组 第二步是把游 不过游标记得放这边 你不要像之前同学就放这边 然后插入 程序怎么按不下去 你游标在这里 游标在这边的话 插入就可以了 OK 所以这个有些 都是小细节 不是太重要 但是 常常同学就是 游标放错位置 不用紧张 反正 再点一下就OK了 那这个程序的名称 记得就叫这个 好了OK 比如我想要以后按钮上面就叫这个 那我就输入那个名称 好 名称的话呢就叫门号 反正照着这个打 底线 公式 OK 那这样子 那特别注意哦 这边是有个按底线哦 特别注意在VBA里面 符号 其他都不要用 除了底线之外 其他不要 你不要每次用个什么 用个减号 不要用 或者用什么空白 要更不行 逗典不要 偷通不要 顶多就是用底线 真的在 那个程式撰写里面 只有底线是安全的 其他都是不安全的 其他符号都不要用 OK 中文可以 开头不能用数字 你不能说1 这样不行 但是你放在后面可不可以 数字可以放后面 但是不能放前面 大概规则是这样的 其他的话 还有名称 不要跟那个程式里面的保留字冲突 比如程式里面有sub 你打个sub 他一定是不OK 因为那个字是已经用了 你不能用 OK 好 按个确定之后的话 他会这个不用改 sub 他会自动工作产生一个public public的共用 也就是说 他可以跟其他的专案共用 但是目前没有其他专案 所以你有加跟没加是一样的 所以你可不可以删掉 当然可以 老师可不可以 可以啦 如果没差啦 你就 放着 其实刚刚录制剧集也有删 后面就是他的名称 然后一个 小瓜虎 这个 一个都不能乱删 你会没事把他删掉 and sub 记得头跟尾在这里 头跟尾 那中间的话 我们要写一个程式 所以写什么程式呢 你就写一个 按个TAB键 TAB的话 表示我程式从 这个下一阶段开始 那写什么 我要把那个公式帮我丢到 这个储存格里面 那这个储存格 特别是你接下来就要学一个 就是储存格物件的名称 那因为呢 当然这个是美国人发明的 美国人设计 所以他一定是英文 那在 这个英文里面 储存格就所谓的Sales 所以第一个你要记得 Sales就是 这个储存格 的名称 那Sales OK 不过他其实就是 当然因为这不是我们设计 不然我们设计可以打中文 储存格刮虎 可不可以 可是不可能 那因为除非 除非以后 台湾把它改版 那不然就习惯就好了 Sales 刮虎 刮虎之后 他后来底下会提示 你是哪一列 Rowindex 那列高 在第二 你帮我输出到第二列 逗点 他会出现说Column Column是哪一栏 你跟他讲说 1 2 1 5栏 或刮虎就可以 不过这个地方有一个比较特殊的5 这个栏部分 他有两种用法 一个是用数字 一个你可以用哪一栏 当然用哪一个比较好 其实我 习惯上 会用那个 1栏 但是1栏一定要是文字 跟他讲说 我是1 2的储存格里面 OK 那其实用那个数 用英文的好处就是说以后 比如你比较后面栏数 你用这个就OK 比如说U栏好了 U栏请问要多少 那你就A B C D E F 算了 就是你如果说后面栏数 你要数 很麻烦 打不如用这样 用那个英文 OK 那后面的话呢 你就等于什么 等于 意思就是说 这个等于 特别注意 不是以前那个算完之后的等于 这个等于意思说 把后面的东西 帮我放到前面的意思 就是说后面的东西 那我先打一个两个双以后 我先打一个没有东西 那可是我需要丢一个什么 丢一个公式 到这个储存 那怎么丢公式 特别是说先打一个等号 然后双引号 接下来那个公式贴到这里就OK了 那我们公式假设 我们拿之前TES 比如说我这边不是已经有打好 先你把它复制一下 然后取消 特别是说如果没有按取消的话 你这边切会切不过去 卡住了 为什么因为游标在这里 他点不过去 那怎么办 把这边记得把这边按取消 你在切到这边把它贴上 原则上就OK 意思是说帮我把这个公式 放到VBA里面的这个位置 他就帮我把这个公式丢到那个储存格 但是会有个问题 第一个 就是 这边里面有双引号 这个双引号是Excel的双引号 这边的有双引号 这个是VBA的双引号 那假如你把这个东西贴到这边来 他没有办法辨识说 到底你这个双引号 是VBA的双引号 还是Excel的双引号 所以这边会遇到一问 怎么办呢 记得有个规则 就是如果你Excel里面的这个公式 里面假如有双引号的话 那为了要区隔 两个不一样 请你把这边的双引号 变成 两个双引号 一个变两个就好 所以你要怎么做 记得 这边贴过来 但是这个可能要特别注意 复制完之后 取消 然后 切到这边 把它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 记得就是把这边 有没有 刚刚的 刚刚的双引号 不用加两个 里面的才要加两个 所以特别看得出来吧 这边两个 两个 有没有 通通把它变两个 这样就成功了 不过我比较 不推荐你们这样慢慢去加 为什么 因为这边的双引号太多了 你可能要这样加 常常 像我以前也是 难免 虽然 细心一点 还是不会错 不过呢 他有几个 可能会发现的问题说 还是难免 会漏掉 另外的话 很花时间 有没有 OK 打这么久 还没打完 对没错 如果有双引号就变两 可是 这样OK的 我们来看一下 你再把它切到 这边切回来 我们 就OK的 就可以执行 但是你会发现 这样 如果没有红色的字的话 你按这个执行 他就会把这个公式 丢过来 然后执行给他 执行 有没有看到 这个时候 有没有 他的意思是 帮我把 刚刚这一串 丢到这边 这边实际上就指这边 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那因为里面有没有双引号吗 转过来之后 他自动会帮你把它变成一个 有没有 OK 应该可以看懂那个逻辑吧 可是我跟各位讲 应该可以可以理解吧 未来这些很重要 以后这些 虽然没什么 那以后很多地方 你要一键完成所有报表 靠这个就够了 你再加个回圈 再加个逻辑 其实这个变化出很多东西 OK 真的不用记太多了 就记关键的地方 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 缺点就是我刚刚讲 这边的话 要改这么多 而且容易改错 所以 我不建议你这样 我交个另外一招 你可以把这个复制之后 先不要直接贴过去改 我后来想到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你们可以到什么呢 到程式集里面 找一个 握的或者是 那个什么呢 记事本好了 因为记事本比较简单 应该知道记事本 记事本里面的话 你把它贴上之后用什么 编辑 取代 对 然后一个 变两个 这样子保证不会错 而且又快速 对不对 OK 这我后来想到的 因为本来是讲完 发现没一个同学 大概一半的同学都做错 并不是你们的问题 所以我后来想 有没有更简单 就这个 取代一下 你按一下就好了 不要按太多一下 太多一下就变好几个 按取代 OK好 取代完之后 你check一下 还有没有 一个都变两个 那你就是直接这样 把它复制 再贴到 刚刚我们的 再取笑一下 贴到我们刚刚的 这个里面 有没有 所以他一定是 原来是怎么 把 那个空的丢进去 我现在就把那个公式 贴到这个双一号里面 OK 把它贴上 这样子 那再示范一下 这个地方 我这边先delete这掉 然后再示范 范的话 一定就是 从上面有一个执行 这个意思就是把这个东西 帮我丢到这边里面 执行一下 OK 好 这样OK了 特别重要 这要很小心 看起来没有多少东西 但是每个地方都是细节 OK 我再把重点 回顾一下 一 就是按右键 插入模组 二 在这边插入程序 程序名称叫做这一个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在这边先告诉他说 我要丢到 这一个 一二储存格 用一个 Sales的 等于就是后面东西丢进来 特别重要 他这个等号 请你把以前那个 数学里面的那个等号 在时间忘记 这个等号不是等于 这个等号 应该是把后面东西 赋予到前面去的意思 OK 特别说这个等号 因为很多同学都是以前那个观念 就是习惯了 然后转不过来 常常都 老师这我想不透 为什么你这个等号放这边 他一直认为说 前面计算完放到 把它 放到后面去 刚好颠倒 后面东西丢到前面 这样你应该可以理解 请各位试一下 OK 另外的话就是那个公司要把它丢到 储存格记得 你可以经过那个祭祀本 取代一下就好了 保证不会错 哪怕你公司非常冗长 还是不会错 OK